在浩瀚的命理学浪潮中,与天地宇宙的奥秘建立联系是一件神秘而又震撼人心的事。 对于鼠舌的您,2024世充满变数和机遇的一年,正如一经所言,变化乃是宇宙的常态,而您将在这一年中体会到变化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财富。 首先,从五行的角度分析,鼠舌人在2024年江逢火运,火运象征住财富与收获,并将在此年份中发挥鼠舌人其极致的影响力。 火金运的流动,对鼠舌人的财富也预兆住一次大的积聚,从生肖命理学中能够亏见鼠舌人一笔不期而至的巨款即将到来。 此外,鼠舌人在今年的命盘中,紫薇斗树的财星正好进入命宫,照亮住财运的宫位,这绝非巧合,而是宇宙能量的一种引导。 本命佛如来佛与护佑神财神的双重祝福,更是为您的财务状况注入了一股不可多得的神秘力量。 再来,分析鼠舌人在2024年的健康状况,属于三元九云当中的九子离火进行中,意味着整体运势将会保持稳健,特别是健康状况显示着良好的趋势。 然而,避免浊气的侵袭,内心的平和与外在的和谐,同样为保持健康的不二法则。 至于意外,就如同《易经》中的八卦变化多端,令人难以捉摸,鼠舌人在今年的形成计划中,需特别留意天时地利以及人和因素。 尤其当行火星和祭神,在行至偏财工与病工中相会,显示可能会有小范围的意外发生,需要格外的留意与照护。 繁忙和疲劳是导致健康问题的一大原因,从而提醒着鼠舌的您,在追求财务时,同时也要重视身体的健康。 诚如上述,财运,健康与意外,这三者在2024年对鼠舌人来说是密切相关的。 财运上的丰收需要健康来维持,而在日常的琐碎中又隐藏了意外的种子,需要小心应对。 与宇宙之谷的法则连接,聆听天地之音,鼠舌人将在这一年找到自我,获得心灵与物质上的双重丰饶。 在追求财富的同时,鼠舌人也不应忽视了意经中天时地利人和的重要性。 2024年对鼠舌的人来说,除了是一个财富大丰收的年份,更是一个需要谋划和调整自身能量,以适应宇宙能量变化的关键时期。 谈及天时,鼠舌人要留意节气变化与个人运势的关联,特别是春分到夏至这段时间,宇宙能量的流动对您特别有利。 这是开展新计划或投资的最佳时机。 而地利则是提醒您在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中寻找最佳位置,如风水学所言,良好的环境布局能够增强财孕与健康。 人和方面,意味着与家人、朋友及伙伴的和谐相处能够给您带来正面能量,帮助您抵御意外,促进身心健康。 在细看鼠舌人的个人运势,会发现2024年您的年驻中会有利于财富累积的星药相助,但也有些小瑕疵,比如白虎与青龙的相冲,可能会带来一些小的争端或是健康上的小烦恼。 故此,建议您在这一年要特别注意人际关系的维护并留心身体的小毛病,切勿忽视。 至于应对策略,鼠舌人可利用八字中的有利因素,加强财运的同时,也要调整生活方式,保持适度运动,确保身心平衡。 此外,参与一些社交活动,扩大人脉,不仅能增进人和,还可能为您带来意外的财富机会。 作为命理学的讲究,每个生肖在每个年份的运势都有所不同,而鼠舌人在2024年的运势显然是十分值得期待的。 通过与宇宙能量的和谐共鸣,遵循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则,鼠舌的朋友们在收获财富的同时,也会享有健康与和谐。 当然,面对未知的意外,保持一颗平和稳定的心是最好的应对之道。 最后,请记住,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,鼠舌的您有能力让2024年成为一个精彩绝伦的年份。 无论是财运还是健康,或是与意外的周旋,拥抱变化,保持积极,让自己与宇宙能量同步,您将会发现自己能够超越期待,达到新的高度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有这么一个观念,苦,要先受,福,要厚享。 有些苦,最好在早年的时候就承受了,有些福,要留在中晚年的时候才享受。 如此先苦后甜,才是普通人最好的善报。 谈到先苦后甜,不少人会想到另外三个词,先甜后苦,一生皆苦,一生皆甜。 这四种人生状态,构成了这所谓的红尘人间。 先甜后苦,比不上先苦后甜。 试想,前面甜蜜了,后面还需要受罪,那前面的甜蜜又有什么意义呢? 人,还是要想得长远一点比较好。 一生皆苦,这更不用说了。 普通人最痛恨的,就是一辈子辛劳,打拼一生,还是一无所得。 这,便是无数普通人的大不幸。 一生皆甜,这跟普通人没有任何的关系。 对于背景不够,没有靠山,毫无资产的普通人来说,连半生甜蜜都做不到,又何谈做到一生皆甜呢? 所以说,人能够拥有先苦后甜的结果,就已经是上天庇佑了。 当然,后甜不会集中在早年出现,而集中在晚年出现。 一,尽力后的无怨无悔。 每个人都希望最终的结果能够好一点,所以他们永远都纠结不堪。 到头来,每个人都事与愿违,活得并不如意。 其实,做人没必要过分纠结。 凡事尽力就好。 有道是尽人事,听天命。 我们把自己的本分做好了,不愧对任何人,那就无憾了。 真正的后甜,不一定是终晚年的大富大贵,也不一定是事业上的功成名就,而是为人处事的问心无愧。 二,对于当下生活的满足。 人最大的福报,莫过于知足常乐。 人最大的不幸,莫过于人心不足舌吞响。 过分贪婪,只会让人心向恶,丝毫感觉不到任何的温暖和愉悦。 现代人之所以感觉不到后甜,就是因为他们缺少了知足常乐的观念。 人,有的吃有的穿还不满足,还要求什么呢? 一念知足,内心皆安。 一念贪婪,万象俱灭。 三,一笑置之的释怀。 年轻的时候,我们对很多事都比较反感,认为这里不好,那里不对。 后来才发现,这个事件没有错,只是我们的心不够释怀罢了。 对于能解决的事,我们不妨一笑置之,对于无法解决的事,我们也要一笑置之。 能解决,就没必要忧伤。 不能解决,那忧伤也没有用。 年龄,那是很有意思的。 五十岁之前,不少人都活得迷迷糊糊,也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 五十岁之后,人们才逐渐恍然大悟。 这五十岁,便是一个分水岭,淘汰了一部分人,也让一部分人得以苦尽甘来。 当然,五十岁只是开始,到了五十五岁,我们才走向了新的人生阶段。 在现代社会,从五十五岁开始,不少人就准备退休了。 退休后的日子过得好不好,既跟当下的选择有关,也跟以往的因果有关。 以往有一定的准备,当下养成了积极的心态,那人之福报,自然就不期而至了。 有道是心若向阳,无谓悲伤就是这个道理。 以往没有准备,做了不少的措施,当下也没有什么好的心态。 如此下去,这生活不就越来越难,晚年越来越不顺了吗? 五十五岁之前做了什么,成为了过去时,但因果依旧存在。 五十五岁之后拥有了什么,才是现在时。 每一环都扣得好,每一环都做得对,自己就会安好,家庭就会安稳。 人道晚年最大的幸运,就在于一家老小平安,能吃能睡能笑,万事无忧。 一、半精明,半糊涂,不偏激。 人越老,不能越偏激,反而要越中庸,走中间的道路。 一半精明,一半糊涂就好,没必要走极端,让心态愈发变得偏激。 对于身边的小事,能够不理会,那就不去理会,对于某些急需解决的大事,要当机立断。 如此松紧有度,生活将走上正轨。 二、不争不愿,不怒不恨,越是上了年纪,越是感觉到控制情绪的重要性。 怨恨太多,不是好事,强求太多,会违背天意。 顺其自然,静待花开,反而会更好。 生活,不一定让我们顺心如意。 只是,我们的心如何想,生活将变成什么样子。 我们所过的,不一定是物质上的生活,还有心灵上的日子。 人,最难做到的一件事,便是放过。 对于别人,不放过,对于琐事,不放过,对于身边人,也不放过。 到头来,我们就会走入到死胡同当中。 选择握紧拳头,我们啥都得不到。 选择张开双手,我们将拥有全世界。 人过五十五,该放下了,一切红尘事,皆在笑谈中。 仅此而已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。 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。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